所以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 你心里要有所准备 你又知道说你要承受得起这个代价吗 或者说对方说谎 不一定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能懂的说谎 说得好 当你知道是假的时候 那个伤害可能更大 我们为什么在特别感情里面 我以前聊天也谈了 在感情里面我们很痛恨被欺骗 为什么呢 当我发现被欺骗的时候 我突然最大的感觉是你偷走了我的history 我的历史 因为我整天想象我们当时共享的事情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你不在我身边那两个礼拜 因为你去出差去北京 那我就在那边还很担心你在北京啊 出差累不累啊什么什么 然后后来我知道原来你骗我 原来你那样两个礼拜你去了台北啊 跟谁谁谁 梁文道去了台北啊 怕温泉 很怕温泉 在乌温还是在北头呢 戌计度折磨人的都是这些 具体的画面 那我除了接度以外 其实我更难过是说 我最不甘心是你偷走了我的历史 我那两个礼拜的记忆 我的历史记忆 原来是空白的 原来是扭曲的 原来是荒诞的 我最痛恨这个 所以就这样吧 有时候是当你问别人为什么的时候 你真的还要有所准备 你能不能承受 就我刚才讲的 这个折磨都来自于具体 所以反过来讲 有的时候解脱一些被拒绝 或者被分手的这个痛苦 可以适当抽象一些 就是说我们分开了 我们的感情怎么样 我们性格不和 这样还好一点 他往往最折磨人的 就是这种想象 然后就说 哎呀他跟那个人逛公园 但是我们去过的公园 跑温泉 你说就想这个 是没法想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 我研究这个嫉妒啊 这个嫉妒里面 跟人的占有欲有关系 你比方说有些 他我看一个日本的一个人 写的一个东西 这种心理你能理解吗 就是他对他的这个女朋友 占有要占有到什么程度 他甚至连他 就说以前交过男朋友 他都不能容忍 但是毕竟有过 以前找过 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日本人 他要逼着这个女的 详细的告诉他 你跟你以前的男朋友 你们做过的所有的事 这个女的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 每天晚上就接受这个盘问 因为这个问题永远会有 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 你们那天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几点睡的 到了哪里 然后回来还就说不对 你昨天说的不对 你几号你应该是去 我的天 其实你里边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我自己心里分析 我认为是一种 他极强的占有欲 但事实上不能占有过去 那么占有你的回忆 你没有任何东西 是我不掌握的 也是一种占有的一种满足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就是爱情的本质 是不是嫉妒 因为就有太多种 你比如说 我嫉妒你的过去 就是你的这个过去 我没有办法参与的部分 然后我嫉妒你没有我的将来 然后我嫉妒你现在 虽然和我在一起 但是你除了和我在一起 以外的时间跟别人在一起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 有的时候会 就我自己经历过 你会嫉妒对方你知道 就是因为虽然我们俩都是百分之百爱对方 但是爱情在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爱情在我生命中只占三分之二 但是对方只占对方的三分之一 我就嫉妒他为什么会显得比我更轻松 更有任有余 更有多的社交 然后让我每天就只是去想他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 是不是 亲密的战争 对就是一种强烈的不平等 因为可能爱情是没有办法去平等 听说分手后你很不幸 我就放心了 那你这么讲 是不是最好还是别去找人和空窗 有道理 继续空下去 多爽对不对 我给你们看一个 那真叫明示风流的 这个你们可能知道 能把分手弄成一个行为艺术 你知道西方有一个女的 这个咱们可以看她照片 好像叫玛丽娜 就行为艺术家 就这位 然后呢 她呢碰见她的灵魂伴侣了 恋爱了12年 俩人准备分手 就这个分手做了一个 好像还不止12年 12年 做了一个行为艺术 做了一个行为艺术是什么 两个人在中国的长城 哎呀这小帅哥 不是不是老帅哥啊 两个人在中国的长城 一个他从山海关 穿着红衣服往西走 他的这个男朋友 穿着蓝衣服 从嘉玉关往东走 就然后拍下来 你看走的这个路线 最后呢 在这个这个交汇的地方 在就好像一个叫 二郎山的地方 交汇的地方 正式挥手告别 然后22年之后 又过了22年 这个女人 在纽约的MOMA美术馆 搞一个行为艺术 就是说 一千多人呢 诸葛跟她 回顾大展 双眼对视 听说Lady Gaga 都跟她什么双眼对视 结果 来了一个人 你看 就是他当年的这个男友 二十二年之后 谢谢 他跟别人对视的时候 据说都没流泪 就是看见这个 这个灵魂伴侣来了 流远泪 你说这种分手 可是我看 不管在长城 我那时候看这个case 不管在长城 还是后来 都其实不是分手 是分手之后的一些行为 一些仪师 其实早分了 你讲得也很好 分手的表演 对啊 Performance 当我们讲分手的时候 就是我坐下来跟你说 不如我们不要在一起了 当然也有这个分手了 真的分手了 然后才会约定 好吧 之后既然我们都是艺术家 然后大家 就像李敖说 我跟胡亦梦离婚 每个大家的知名度 都歌加了50% 一样 那是用后来的 他不一定为了知名度 这两个 可能为了一个行为艺术的本质 可是真的分手 就是他们坐下来 商量这个计划 对 商量计划以前 就是商量说 讨论说我们分开吧 不要在一起 那个假如 那时候没有一些伤痛 那坦白讲你没爱过 歌也有的唱了 有爱就有痛 不用请李宗盛大哥来 我们过来的人老司机 都知道有爱就有痛 有痛不一定有爱 然后所以真的坐下来 所以作为一个假如是好人的话 我们也经常说 什么叫朋友 朋友就互相保护 那什么叫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就说 就算到了一个有冲突 会甚至有一点点恨对方 或者说没办法 在做朋友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把对方 所承受的伤痛 不管是心理的 感情的还是现实的 变得最小 最容易来接受 所以有些人分手 夫妻有法律的规定 就算男女朋友 有时候分手 我也说会关注你的 你需不需要经济上面的帮助 工作的帮助 我们爱过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受的伤害 不要那么高 不要那么多 所以才会延伸出很多分手逼说的语言 不一定全部说有几句经典语言 比方说第一句就说 You deserve someone better 你值得配上最好的 应该是说 更好的 更好的 你值得配上更好的 对 也是因为 等一下我不配你 你值得更好的 你值得更好 对 这是十大排行榜 分手 十大排行榜 榜首 第一位 对啊 第一位啊 你更好的 还有当你最毒是什么 有人跟我这么说 一下就满足虚荣心了 对啊 我配不像你这样 还有刚相反的最毒是什么 我见过 我不是见过 我听过几个年轻女生 现代女生不一样 告诉我 她怎么甩掉男朋友了 让她发现我劈腿 她自己就会走 或者说一些男生也这样倒过来说 我给她在我家 或者说在我钱包 发现其他女生的照片啊 我的短信啊 我故意的 这种他们就叫渣男 但是其实往往一部分男性 就是会选择不面对 的确渣男 因为假如按照 拖下去嘛 对 按照我刚说 不管什么样的人 把作为朋友 就要保护的话 当然是渣男啊 他不止没有保护你 而且还特地来伤害你 让你受到伤害 当然是渣男 所以方舟你说 真相是伤害 那么推诿或者编个谎言是保护 这你接受吗 我不接受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他就是难的 就是推诿啊 找理由啊 包括冷暴利益这种 就是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 就是他总是希望对方来提 就是对方来说这句话 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 我原来就遇过这种各种找理由 然后包括冷暴利 然后就对我很不好 就希望我说这句话 但是我看出来他这样 我就对他越发好 我就觉得 诶 与其折磨自己 我还不如折磨你 我就 我折磨一下你 就是有点 自己有点恶趣味那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那还不如 就是你老老实实跟我说 大家的痛苦都少一点 所以我并不觉得 你追求真理 对 我最追求真理 但是他说的保护 我经历过有一种 就是我认识的一对情侣 然后当时他们一起在国外读书 然后经历了很多的男的 后来那男的男生得了重病 就几乎是绝症 然后因为有病 所以工作又没有办法 其实那女生早就想跟他分手 但是就等到他治疗期结束 找到工作 生活上了正轨之后 就是才提说 其实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就如果说保护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保护 就是没有把对方扔在一个 无望的环境当中 就这种保护是我能接受的 那还有一些情况就很诡异 也会变得 刚才如果我们说保护 分手之后 我还给你安排一些后路的话 有一些什么很诡异 那不得找工作 真像你说辞职 他就像老板 因为我遇过什么 推签信 我有个朋友 找下家 他有一个 有一个伴侣 是外国人 分手了 分手了之后呢 但这个老外呢 还常常回来香港 后来我们有一天 我们情况实在忍不住 我说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他说对 但是他还很照顾 这叫不叫照顾 就是说 因为你分手空窗齐了 然后说这个 我要让你的伤害降到最低 文童 这种情况啊 这是我们外人说不清的 可能是 保护 可能不是 可能是保护 可能是占便宜 有没有这么保护的吗 我保护你 有没有这么保护的吗 逻辑上面你不知道 逻辑上面啊 不管男人女 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的时候自个儿说 我出差 走半个月 我女朋友你帮我照顾一下 最后照顾照顾 没了 可能他女的愿意 那就是也是叫 根本真仗义 这是那个 某个欧洲作家讲的 他说 我年纪老 跟年纪轻的差别在哪里了 我年纪轻的差别呢 经常一开口就说 什么国家的人怎么样 什么男人怎么样 女人怎么样 白人怎么样 到我一个年纪我明白 我不说我们了 我说我 我在跟你说话 我不是跟你们说话 每个人都是 多么复杂的个体 所以我说逻辑上面呢 那个可能他知道 那个女的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啊 在那种情况上 就是这样 不然的话 就是占便宜了 他知道那个女的弱点是什么呢 可能很恋旧 可能很不舍 那是你就确定的对方 逻辑上面都有可能 我们外人真的很难说的 最重要是说 看你那个女性朋友 有没有拒绝的权利跟空间 不要被他限制住 我们只能说 会期待说 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那可是这样算分了手吗 或者说你们跟其他人想有 想有这个 其他人无法理解的默契 或者是 我觉得这种算分了手吗 这种其实好像还挺普遍的 现在 我们很难说 替人家去定义的 假如很那个 我个人觉得有点 有点傲慢 这是我来定义的 什么才叫分手 什么才叫爱 什么才叫保护 太复杂了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事 也只有他们才能判断 才能感觉 所以你刚刚说 我还是希望你老老实实 告诉我理由 那因为你是你 你是非常聪明的蒋方舟 非常很有记性心的蒋方舟 你能接受真相 完全可以 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跟男女平等没有关系 但是确实生活里 有人跟我说有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反而俩人要分手 是因为他找了别的男的 那么呢 好像过去咱们以为男的爱打架 其实不一定 很多时候男的不想见那个男的 甚至不想知道关于那个男的一切 他只是知道这个女的 你又找了人了 但是呢 有人跟我说 这我要求证于你了 说有些女孩相反 他呢 一定要看看 你找的那个女的是谁 我就是 这事说明你比我坚强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 不是你过的什么瘾呢 我不知道 而且我就知道后来都成为一种身体习惯 你知道吗 比如我之前应该男朋友分手 然后之后他交了新女朋友 其实我后来 比如说我都不再看那个前男友的微博 但是我会定期的去看那个女孩的微博 虽然他们也分手了 后来就变成一种身体习惯似的东西 就看看他过得怎么样啊 他结婚了没啊 丑不丑啊 什么之类的 你说比较吗 你也很难说是不是比较 反正就好奇 就无法抑制的好奇 而且就知道的越具体越好 对 你像我就可能就是我不想知道 那家知道了 比我玉石林峰 哎呦 比我有学问 哎呦 完了 比我有钱 你不是增加了自己的自毁吗 我觉得没有 反正我觉得身边的女性好像 可能是因为本质上 所有的女生 就本质上都是同行吧 所以你会你会觉得说 哎 张爱玲的话 对 在这个岗位上面 他赢了 他赢在那儿 就是会很好奇 同行敌情分析 对对对 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啊 就是你并不是在比较 而是怎么样呢 就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段关系都是独特的 就你的前男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有一种特别的关系 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 嗯 那么现在他又跟另一个人在一起 他跟另一个人在一起的关系 就不可能百分百是你们的关系的复制 当然对不对 那所以你是透过另外对另外那个女的了解 来看到一个你前男友可能享有的另一种人生 是你不能够分享的 是你不能够得到的 是你不会跟他有的 那是他的另外一种生活 他的另一个面目 是在跟那个女人的关系里面展现出来 对 但了解到这个资讯很开心吗 好奇 对或者是如果我还和他在一起的话 我可能是这个女的这样 就是很多时候你其实是认知到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另一种可能性 你在享受一种虚拟的乐趣是吗 就是平行世界里面的另外一个我可能过的人生 你不会得到的 你失落的一种可能 所以你就写小说 假如你用想象的 那就很多可以想象了 就人的缘分 有些我们常说相逢很晚 哎呀那么晚方舟 我这么老了才碰到你 不然我早就把你拿下来了等等 我说让你拿下来 有些人刚相反 相逢很早 我就跟生命有些女性朋友相逢很早 比方说很早期又交往 大家都不成熟 或者说也不懂得怎么样保护对方 或者说跟对方对应 或者说不懂得欣赏对方美好的地方 当然对方也可能不懂得欣赏我 可是再过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就想我跟那个女生相逢很早 假如今天才碰到 前提是我们都单身的话 我们可以相处的很好的 我们一定可以发展出一段很好的关系 问题是阴差阳错才是常态 正好碰对了那是反常 那是需要努力 不管常不常 有时候太复杂了 每一段要不要考虑的分手的理由都很复杂 而且我也想象他们那种痛苦 我听过其中一个分手的故事 是怎么样 一对男女留学生男女在美国 然后香港人聊交往 男的家里还好不是很有钱也不是没钱 那交往了两年感情很深了 好了都快要结婚的时候 那按照家男生的家庭的传统 要求去做一个健康检查 要看看男女双方不仅是能不能生育的 还要看女生比方说你家庭有没有家族病史 你的基因健康不健康等等 那检查出来那个女生好像医生说 其实你基因没有很好 你现在二十七那个女生 然后大概三十七会有乳癌的几率是百分之八十 会有子宫楼的几率百分之九十 会有肺癌的什么什么 那你以后会面对什么呢 这意味着你面对十年后 你们两个人结婚夫妻关系 要处理很沉重的财政的负担 医疗的照顾等等 可是你们已经伤害了两年了 现在要面对这个要继续吗 还是分手了 那坐下来讨论 我在听的时候 那个女的一边讲一边哭 就是那个很痛苦的 两个人都是读书人 读博士班 那会慢慢来一个一个冷静的讨论 就是我说的 我今天是很爱你 可是你愿意为爱付出什么 要不要为了这个爱 付出十年后几乎肯定的 十年后你就陪着对方整天做电聊 话聊 这个聊那个聊 那问题是谁陪呢 那个女的身体不好 那当然是男的陪 对啊 我说这男的不陪了 到时候也得有一个 就没人管了 真的是好人 所以在当时呢 就是很痛苦了 我爱你 可是我要问自己 我要不要为这个爱 付出十年后的各种的 现实上面的代价 那挣扎了好久 那到最后结果 可以猜到吧 就再见了 难得不要了 所以我真的很爱你 我听过一句话 就是所有的爱情 在现实面前绝对碰得粉碎 你们同意吗 我还是一个那个浪漫的 就是说甚至不是 甚至是说爱情啊 是这么脆弱的 它是天赐的一朵花 焦滴滴的 它最脆弱的就表现在啊 它什么考验都禁不住啊 可别轻易考验它 就像你别轻易考验人性 对吧 相反你要呵呵护它 别让它受到疾风暴雨的破坏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 就接受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你说不要考验人性 所以我很反对那种 女生朋友 找这个什么其他的闺蜜 去试探男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愚蠢的 那种方式 真的很多人会这么做吗 还是挺多人会的 就是其实是人为的 去制造矛盾 而且如果你真的经不住考验 那就证明说 好这个男的都是猪蹄子 我是对的 那如果你这个经得住考验 那反正我也赢了 就是他对女生来说 他永远可以从这个试验当中 对获得胜利 我觉得一个是不要做这个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从小就接受 就是人生是一节一节的 爱情是一段一段的 人在每个时候的 情感需求是不一样的 不爱了 或者说你爱而不得 才是人生的常态 你得到爱是非常幸运 难得稀少 而且转瞬即逝的一件事 我好像很早就接受这个概念 你很谦卑 就是说凭什么好事都得落你头上 就像知心真正的知心好友一样 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 那你能有 本身就 这不是一个人人有份的东西 你刚说文他 前中书说的一清二楚了吧 当时凭什么好事发生你身上 前中书更厉害了吧 大才子 什么 他也明白这有道理 你看围城 他在匪页上面写 送给他太太杨将 他说我送给我杨将 理由是什么呢 他下面一句话 我觉得真了不起 他说他是每个字都是关键字 他说杨将是绝无仅有的 把互不相容的三种身份合在一起 你看绝无仅有 等于是说我们都真的是很难得了 要靠运气 然后绝不相容的三种身份 是哪三种身份 朋友 情人 太太 你看前中书多聪明 就完全把这三种看得出来 所以所以对啊 是其实这才是常态嘛 爱也太容易了 让爱维持是才是最困难的部分吧 我们知道 那所以要付出 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为什么说分手是艺术啊 你该怎么分呢 对吧 当这一截 这个这个这个中断的时候 辞职 辞职 就该怎么辞职呢 其实跟这个 我觉得在推展出去啊 这个人呢 本身处理这个拒绝都很有问题 好多年轻人啊 你不要说是说出分手啊 就是别人有个要求 你拒绝他 我那天看见一个分析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靠谱 就是说 人能够活到今天呢 往往那种愿意跟人合作 受到全部落人的肯定 这样的基因比较容易存活 所以这就是我们血液中 就觉得 你看你答应别人总是很容易 哎我愿意啊 但是你要说别人求你个什么事 你不答应的时候 拒绝起来你觉得特别 为难 为难 文道有什么拒绝的艺术 我没有啊 我不是太擅长于拒绝 我通常都是答应了的人 到时候做不到 比如说马家辉 我老 我们老约到这我就直接不管 不只是我 你应该是说所有人 全世界的人都要找他 我连拒绝都懒得拒绝 他就说好好好 然后就消失了是吧 对没错 你像我想这个问题 要不是又说我好人了今天 就是我甚至能到什么呢 就是说我请人家的时候 求人家帮忙的时候啊 我要预留人家拒绝的余地 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比如说我说 哎家辉什么事 请你去一下 能不能帮这个忙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方便 一点没事啊 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说假如你有兴趣 假如你有时间 就等于预留了对方 跟我撒谎的很多可能性 所以我能接受谎言 就是你往里填个理由 我觉得你很尊重我 完全同意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人呢 跟朋友友情 这样很容易混淆 比如说我们找人工作 找人帮忙 那那个人是你的朋友 我预留的是什么呢 我的预留方法是另一种 我绝对不用友情来当成事 你方舟 这咱们认识那么多年 这事非帮忙不可 绝对不要用这个去压 你就把 是找你一个事 就当事来探 你不要轻易的压友情 那种事情 如果你真的珍惜 这个朋友的话 你就不要把这事 掺和进来 对 我原来看过一个 就你们都是好人 我原来看过一个 小时候看过那种 没有封面的成功学的书 然后里面有一个讲 让人不能拒绝的艺术 然后那个特别吓人 你如何让人不能拒绝 你就他举的例子 是当时这个 让荆轲去刺秦王的 这个公子 然后呢 他就要说服荆轲嘛 然后他怎么去说服他 就是荆轲 大概是看一个女的 在弹琴 说这个女的手挺 就是弹得挺好的 然后这个公子 啪 发起女的手砍下来 说你觉得好 是不是 把手给你 就是这个东西 他手不可能再长回来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 就让人没有办法拒绝 就像你说他不给你留拒绝的余地 因为事已至此 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特别害怕 就如果真的有人 对我这样的话 你说荆轲 我想起那古人里 古人讲的那个事 那都是就说 这个你对他的人格 需要体贴到何种程度啊 就是那动不动 就出来一个 就是比如跟燕太子丹 比如跟文道谈个事 谈完了 就多说一句话 别告诉别人啊 第二天文道的 自问 送来 说我要让你放心 这个消息 绝不会从我嘴里走漏出去 我给你看 对 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的